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外甲超声波流量器的辅助工具 它向你提供了各种有益的人机通讯界面 以及诊断功能 从简单的串口通讯到整个系统的评估 Syware会确保你的外甲流量器性能处于最佳状态 完全满足你对流量器的计量需求 使用Syware时 你只需要一根RS232串口电缆 讲流量器和PC连接上 然后进行简单的串口通讯设置 串口电缆可以通西门子购买 如果你的PC只有USB接口 你还需要购买USB至RS232的转换电缆 将R232电缆的一端接到PC串口 另一端接到流量器R232接口 有些意表类型只配置DB9接口 另外一些只配置端子接口 对于便宜式流量器你需要一根带防水接头的串口电缆 接下来讲流量器二层二参数 和Syware设定一样的数值 我们建议下面的设定 拨得率38400 其有数R 数据位7 关于详细的串口通讯设定和指令 请参照流量器操作说明书中的相关章节 现在你就可以开始使用Syware软件了 点击Utilities选项 选择Terminal后 这时就建立了流量器的串口通讯 现在的Syware状态就像使用VT100端口一样 你可以使用PC上的整个键盘及键头键 来设置或查看流量器菜单 你可进行数据下载 或在Terminal屏幕中设置一表 也可讲所有信息存储在你的PC文档中 当设置带有较小键盘和显示屏幕的 紧凑型外加流量器时 在Terminal状态下 设置参数具有更大的优势 在Syware的Utilities选项处 有好几种功能 其中包括下载流量器的全部设定 作为安全备份 上传AGA8气体表格 或优化液体补偿表格 液体和气体的探头选型 以及它们的安装要求等 Syware另外一个重要功能 是对流量器的实时在线诊断 它拥有多种诊断工具 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 其中包括从简单的意表运行 是否合格到全方位的数据诊断 和信号波形的显示 在进行实时在线诊断之前 首先建立起同流量器的通讯 点击Connection选项 选择Connect 这时会出现一个连接状况方格 点击OK 实时在线连接 第一次连接时 该过程可能长达一分钟 一旦状态方格出现 输入流量器的名称 然后点击OK 这时连接就完成了 此时你已经拥有 Sideware所有的实时诊断工具 来评估流量器的性能 来增强你对流量器测量数据的确信度 让我们从基础开始 点击Diagnostics 然后选择System Summary 这是一个简单的绿黄红状态显示 它提供了该流量器的瞬间性能概况 当流量器的所有参数处于合格范围内 该显示器显示绿色 如果其中一个或多个参数处于临界线 则显示黄色 如果有一个参数不合格 它则显示红色 在选择Meter Diagnostics时 你就可以看到 该流量器系统性能的详细信息 该屏幕显示 所有关键参数的绿黄红状态 它们分别表示合格 警告或不合格 这就很容易确定 System Summary中显示非绿色时 哪个参数是可怀疑的 在Meter Diagnostics屏幕下 你可以使用Data Capture功能 来自动采集性能数据 并生成诊断报告 在Time Interval中 选择其中一个预设定的时间段 然后点击Start 这时Sever就会采集 所有的诊断和趋势数据 并用你选择的文件名称 存在你指定的文档里 同时也显示 还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数据采集 如果你没有指定文件存储位置 它会自动存储在Sever文档里 完整的数据报告 可以通过点击Report 选择Report Generator 在Sever平台中读看 另外你可以以邮件的形式 发给其他人查看 通过Sever 你可以看到和观察 来自流量探头的信号波形 点击Graph选项 选择Signal Graph时 Sever将显示类似试波器的 探头信号波形 该波形会帮助确定信号质量 探头同次量管的匹配状况 以及信噪笔 同时也会解读 噪音干扰或海气状态 Sever还提供不同时间间隔的趋势图 用来实时观察流量状况 或作为应用性能的实时指示器 如果想了解Sever里性能参数的详细解释 请观看我们先前制作的视频 标题为 C-TransFUS外甲超声波流量器的性能评估 今天的视频只是介绍了Sever多项功能中的一部分 当你下载软件时 你也同时下载了它的操作手册 点击任何屏幕下方的View menu键 就可以打开操作手册 该手册进一步提供了各个功能的详细介绍 在使用Sever时有任何问题 请同西门子技术服务部联系 西门子期待您体验我们外甲超声波流量器 所能提供的高性能 Sever给您提供了查看意表实时性能 以及如何优化限量安装所需的工具 借助我们录制的多个视频 以及西门子的服务热线 Sever会确保您购买了外甲式超声波流量器的 最佳精度和它的长期可靠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